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 你对我真的好啊 一个礼拜之后 他们终于离开农村 他们在城里面租了一个小单位 之后各自找到工作 很快就安定下来 人安定感情自然更加好 很快他们就有了第一个BB 之后是第二个 有了两个小朋友 阿迅就留在家做一个全职主婦 阿迅活在幸福当中 依然没有忘记仪式的抱负 因为只有张仁一个人做事 一切当然量入为出 幸好阿迅都挺精打细算 才能收支平衡到 但要永远竹琴见酒 他不想啊 所以到大小七岁一阵 他就跟张仁提出了 老公啊 不如我们开一间雅货店做生意了 现在挺好啊 做什么生意啊 因为呢 我自小就想学日本的阿迅 这样啊 将来呢 可以创一番成就啊